在台湾 许多公民团体也将联合起来 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举办六四的纪念晚会 晚会的承办单位6月3号在立法院举行了记者会 对今年的晚会进行说明 现在我们立刻透过视频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 为我们介绍在台湾方面的活动 佩芝你好 叶华你好 是的 那么明天晚上在这个自由广场上 很多台湾的公民团体会结合在一起 举行一个叫做路过天安门人人坦克人的晚会 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呢 包括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华人民主书院 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等 那么合办的单位还有二十几个 其中还包括这个太阳花学运学生 这个领袖组成的岛国前进组织 那么今天主办单位在立法院召开会前记者会 他其中呢 这个著名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 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也参加了这个记者会 那么主办单位说明 在晚会上他们将拉起一幅12公尺宽 7公尺高 有坦克车的天安门广场 巨幅图像 那么今年太阳花学运很著名的一个用语 在台湾最近啊就是路过 那么他们呼吁台湾的民众 能够在明天晚上七点 来到这个自由广场 在这个图像前拍照 然后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 就是所谓的路过天安门 人人都是坦克人 把自己在这个图像前的这个照片上传网路 来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 那么预计在台湾的很多这个曾经参与民运的人士 也都会来参加 主办单位也表示呢 欢迎像是马英九总统 还有这个其他的政治人物来到场参加 一华 是的 刚刚也提到了主办单位呼吁这个台湾人 要纪念六四 而且要关怀这个中国的人权发展状况 那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在台湾这个纪念六四 还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是的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啊 就是台湾和香港比较起来 台湾这个纪念六四的力度呢 是没有香港的那么大 但是呢 主办单位这表示今年纪念六四的意义是特别重大 因为在今年我们知道台湾发生了这个太阳花学运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社会运动当中呢 台湾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独裁对台湾民主有严重的危害 这是主办单位的说法 那么他也援引说 陈光诚呢 在去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就说 台湾如果没有能够把民主送去大陆 大陆就会把专制送来台湾 那么另外他们认为呢 今年六四能够展现台湾重视人权自由的普世价值 另外台湾呢 今天享有的人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经过当年很多台湾人民的努力 还有国外的支持 那么他们也说 台湾呢 今天有责任扮演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 就像当初国际社会声援台湾一样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 他们还是担心中国独裁的手已经伸入台湾 那么中国的今天可能会变成台湾的明天 所以他们呼吁这个台湾人呢 要关注六四 所以就是除了声援中国人民的这个民主之外 也要保护台湾的民主成果 一华 是的 那我们知道另一方面 台湾的总统马英九 在过去在六四这个周年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发表讲话 那么在今年25周年 他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是的 马英九总统将在明天就六四25周年发表评论 但是今天呢 台湾关怀中国民主联盟理事长杨献宏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就拿出台湾总统马英九 以前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 所说的这个六四不翻案 统一不能谈的说法 批评马英九近年来 批评中国的力度 这个六四的力度是越来越小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看明天他的言论 不过在今天下午呢 台湾陆委会已经就六四25周年发表书面声明 那么声明这个表示呢 这是他们的书面声明 那么声明主要是表示呢 这个六四的不幸历史无法被遗忘 唯有面对历史才能够抚平伤痕 那么陆委会也呼吁 中国大陆方面善待六四的受难者以及家属 并尊重包容社会的多元意见 保障中国大陆意义和维权人士的这个人权 那么具体落实大陆在人权白皮书中所作的承诺 除此之外呢 台湾的这个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这个蔡英文 也在刚才呢发表了这个书面的声明 那么她表示呢 她说现在的中国人民对于保护自身权力的意识已经增加 追求民主和改革的声音也未曾间断 所以她认为呢 终究她会慢慢地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 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那么蔡英文就呼吁呢 中国政府能够深刻地理解 启动民主改革不会为中国社会的稳定 带来致命的冲击 因为呢她说他们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 也有智慧来面对民主化的过程和考验 这也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 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华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佩芝